好 藍白雙方還是沒有達成共識 包括跟郭台銘到底能不能夠見面呢 明天就是總統大選的登記截止日了 記者持續問首 在馬英九的辦公室下頭 因為現在國民黨集合總統參選 侯友宜人就在上面 還有包括前總統馬英九 都在這裡 他們說都在等候郭台銘 還有柯文哲 一起來到馬英九辦公室 來進行會面 而且剛才在11點多的時候 侯友宜也抵達的時候 他也特別強調說 自己是沒有設時間點 希望在今天之前 都會一直等待郭柯兩人前來這裡會面 希望在最後的階段 大家能夠達成共識 他們不會設限 會等到最後一刻 但是目前為止 郭台銘跟柯文哲 是找到了軍藥酒店 要來那邊見面 但是侯友宜目前 還是在馬辦裡面按兵不動 最後現在還是派出了 他的進辦副委員長 齊政達還有國民黨的副秘書長 江俊廷前往軍藥酒店 來進行協商 並且親自的向郭台銘 還有柯文哲的方面 遞出邀請 希望他們可以從 橘子酒店 移駕到馬英九 辦公室來顯然雙方的意見 還不是很一致 那至於今天到底會不會見面呢 我們將持續在馬辦 為您掌握最新的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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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載TV